游历西藏寺庙 到处充斥着色彩鲜艳的壁画 和各种光彩照人的珍藏堂卡 无论描绘的题材是否相同 这些艺术作品都有着一个共同点 那便是极尽鲜艳之能事 比一比锦绣 极富诱惑性和感染力 看到这些历史悠久的文化瑰宝 我脑海中经常会呈现这样的一个疑问 他们在经历时代变清后 直到今日 为何能够依然色彩亮丽 编纷夺目 这其中究竟蕴含着怎样的奥秘 西藏的壁画与堂卡 所用颜料均为传统不透明的天然颜料 主要以矿石制作而成 颜料内调入动物胶和牛胆汁 以保持色彩鲜艳 经久不退 独特的手工制作工艺传承到今日 能够完全掌握其中技巧者 寥寥无几 不同的历史阶段 不同画派的绘画风格 推动了艺术家们研发制作出不同的神奇颜料 在历经了一千多年的传承和发展之后 才有现在我们看到的摄人心魄的缤纷色彩 那么 有谁认真地数过 这些夺目的色彩中一共有多少种呢 这种天然材料制作出来的色彩 最早只有五至六种 当时的画家只能利用这五六种原色 调和加工 综合成其他颜色 这种古老的制造工艺 经过千百年的传承 发展到现在 已经能够制作出二十多种颜色 直接供给人们使用 为绘画者提供更多的选择余地 和创造空间